等三到五分鐘後 出現兩條線 就確定是懷孕 你怎麼玩了這麼久 等三到五分钟后 出现两条线 就确定是怀孕 时间应该差不多 对不起 我又忘了敲门了 吓到你了 没关系啊 妈 有什么事吗 就是那个怀恩刚刚打电话来 他说晚上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但我还有工作要忙 你先跟怀恩出去吃吧 你怎么想去啊 不是啦 妈 因为我明天还有设计稿要交给客户 时间上会有点赶 好 那你吗 不查你了 我是想说我们可以去旅行 一起出去玩 所以我想说在月底安排 两天一夜 你觉得怎么样 两天一夜的旅行 对啊 我们可以去走走逛逛 不然待在家里也很闷 好啊 妈 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想要去的 我不去 你们两个去就好了 我们两个啊 嗯 其实哦 是妈要带你出去走走啦 哎呀 这么不会讲坏 哎呀 没有啦 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啊 我那件事情 弄得大家心情都不好 哎 我就去剪那个头发 换一换心情 你呢 就请淮安多陪陪你 到处去走走散散心 这样多好啊 其实啊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 哦 什么事啊 就是 我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谁打电话给我啊 好 吵架电话 喂 怎么了 又跟媳妇吵架啦 哎呀 我跟你讲 孙子是大家的 你是婆婆 当然应该听你的啦 那个媳妇又没养过小孩 她懂什么 当然是听有经验的人的 哎呀 她也不想想 她老公是谁养大的 你搞不搞得清楚状况啊 哎 哎 我跟你说啊 我们先吃 我们先吃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你自己不死心啊 妈好像要讲很久 哎 你刚刚说你要说什么 哦 没什么啦 我是在想说 最近的案子啊 客户的评价都很好 月底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忙 我真的想 旅行的是可能 晚一点再说吧 好啊 没问题啊 一定也先为主 嗯 来 再吃一个 谢谢